其实到最终人都是孤独的 不管谁陪你 父母也好 儿女也好 爱人也好 不管谁陪你 最终是要面对孤独的 人最终是要跟自己相处 换来一斤吧 我们想着说 我们想要靠这个靠那个 靠这个帮靠那个帮 靠它们能够缓解你的压力 和你的一些心理的情绪 理解你的悲伤 但后来你会发现 你所经历的这些 所谓的翻天覆地 或者深思海的这种悲伤 在别人的眼中 可能只是那种 可以随意擦拭的尘埃 就根本不是事 因为所有的人 就是人生到死的大事 很多事情没法感同身受 不要指望别人去理解你 就是 你过着什么样 你都应该接受 学会接受所有的一切 当下的一切 跟现在的一切妥协 接受 要自强 然后自己收获的那个 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 说一千到一万 人到最后 就是叫悲喜自度 悲喜自度是什么意思 不管开心或者不开心 难受或者不难受 都要自己去消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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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